2019年7月24日 柳泉酒庄与加拿大华为等五家科技公司 签署了为期五年的战略合作备忘录 共同探索突破性的新型应用无线技术的智能农业 尝试把高速网络技术运用到酒庄的经营上 参加签署仪式的还有Global UAV ARHT Media Teletech 和Harvard Six 一共五家高科技公司 备忘录要求签署方 共同探索把5G技术作为一项工具来改变农业经营 创建真正的智能农业 有助于应对气候变化 更好的保护和管理水资源 并利用数据分析和实施系统反应来提高效率 签署仪式之后 柳泉酒庄以及华为等公司的相关人员 向来宾展示如何把高科技5G技术 引入酒庄的生产和管理 接着柳泉酒庄的主人 邀请大家品尝连续六年获得国内外金奖的高制冰酒 让大家亲身体验加拿大的冰酒文化 我们华为在加拿大已经11年的时间了 就是我们华为加拿大是一个本地的这个 这个贝斯的加拿大的一个企业 就是我们特别想通过华为的这些高科技种解决方案 为这个加拿大能带一些什么样的一些这个数字化的一些影响 那加拿大呢是一个农业大国 所以我们就从容就是说在这种农业的里面 我们能不能使通过我们这种解决方案 使农业更加现代化更加高效率 更加能提高这种投入产出比这样的情况 那Villow Springs呢是这个我们找到的一家 就类似于这个因为在整个安省的南部 这个安省这块呢有很多的这些葡萄园的这种酒窗 我们就想如何利用我们现在这种技术 这个配置在我们的4G的技术 在未来这种5G的技术里面 然后能通过这样的一些的解决方案 为这些酒窗能提供这种高效化的服务 今天你看到的就是一个比如我们有一些这种demonstration 就是有一些这个比如说我们无人机 无人机这块呢通过一个点餐的这种系统 就是说你坐在这边然后呢通过一个这个派的 然后你点餐之后无人机会把这个酒就送到你的面前来 要点什么东西送到你 就免去了就是说你可能不用去到这个前台去点餐这样的情况 还有一项应用呢就是说我们跟到这个加拿大本地公司一起 然后完了之后就是有一些这个测试土壤的这些这个湿度 温度然后根据葡萄的这种情况会测试它土壤的温度和湿度 然后呢通过这种测试温度呢给它及时的去浇水 或者及时的去做一些极其类的这种处理 就是非常精确的 因为以前没有这样的技术的话 你就是这个感觉感觉是这个时间去做应该去做浇水了 这个时间应该去除虫了这样子 但通过这么一系的这种高科技技术 可以使到就是说非常精确到比如说明天 明天应该是早上八点钟 我就应该给这个葡萄去浇水或者除虫了这样一个情况 就带来就是非常高效的这么一个情况 同时呢就是说非常有意思的我听我的同事讲就是说 加拿大的鸟类非常多 其实你种植葡萄的时候 你是非常害怕这个鸟去吃这个葡萄的 以前呢就是通过的什么呢 通过这个类似于这种空气泡 泡这种打上去然后鸟就下跑 泡这种声音的话是非常扰民的 但是我们通过我们现在这种技术 就是通过这种检测的技术 我们会感知到鸟什么时间飞过来 然后完了之后通过一系列的其他的措施把鸟给赶走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一个进步 其实对加拿大来说 这是威勒斯普林斯第一家采用这样的技术 我们也非常希望就是说我们通过这么一个 一个试验的一个阶段 然后把这个技术会推广到其他的一些酒庄 或者其他的这个跟加拿大农业相关的一些方面去 我们非常期待第一天会到的一定会到的 那今天呢我们能举办这个一个活动呢 就是主要是考虑到我们这个传统的一个行业啊 需要很多不同的高科技来令到我们这个酒啊 这个传统行业能有更大的发展空间 那怎么说呢 就是利用这个华为等等这些技术呢 就可以从我们这个葡萄的生长和葡萄酒的生产 都能提供到我们很多的有力的数据 直接的数据 让我们去分析什么是怎么样是做 是最好的能达到我们的目的 那这个肯定能帮助我们把酒的质量来提高 第二呢就是说我们要把酒这个文化呢 是推广出去 这是我们加拿大的冰酒文化 加拿大的葡萄酒 那怎么样是推广这个呢 这是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高科技 这是给一个 create一个好像那个digital 这种那个VR的effect 那我们这个 让这是游客呢 他不单单来听到我们说 而是感受到这个冰酒的文化 比如好像一个游客夏天来到 那冬天是怎么一个概念呢 那我们就可以通过一个技术 能给到他们很完整的一个体验 另外呢我们也可以通过这个 酒这个教育呢 就是不单单直接跟客人之沟通 而且我们的客人来到我们酒庄 就可以把世界过地的酒都可以去比较 而且他们还可以直接跟外边的那个 样酒大师品酒大师直接去沟通 那作为这样的一个educational center呢 那我们就是希望把这个酒庄建设成一个tourist 就是destination 就是旅游的一个目的地 那这样就是我们这次活动 能直接去参加高科技的应用 和他们这个system提供 能帮到我们酒庄以后的发展 那现在其实也是刚开始 那我们要走的路还是很宽很长的 这是加拿大网络电视台记者 发自活动现场的报道